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私基金特約股壇事件 我是李浩德 我旁邊當然是施老闆 施勇請施生 施生你好 你好 施生,這星期股市與你發展 預料差不多 向上,站在二晚七 都是向上,不過我上得不夠多 這星期四百多點 我預期第四季表現會好一點 看看未來是否會繼續好 這星期,大家最關心的新聞 美國今年度第三次減息 減了25點子 去到1.5至1.75 這對我們整個投資環境的影響很大 對投資者當然有利 因為資金成本輕了 除了減息之外 其實聯儲局應該是買債 是買多了 本來由縮表 應該最多不縮 現在是買特 這是有甚麼象徵意義呢 另外,歐洲仍然有負利率 你做了一些研究 不如你跟觀眾分享一下 你對負利率有甚麼觀察 有甚麼看法 先回答施生的問題 在過去兩年,我們看到美國本身都希望收水 但在很多壓力下 今年美國開始分放稅週期 今年暫時減了三次息 同時,他們重新擴大美元 他們可以買回國債 即平衡率開始重新買債 現在最新,每個月公告 就是希望買600億美元的國債 我怕觀眾不算了解 甚麼是平衡率擴大 其實買債是甚麼意思 其實買債是聯儲局向市場提供資金 因為亦是壓低利息的一種手段 如果聯儲局不賣債 債有機會沒有那麼容易賣得出 沒有那麼容易賣得出 想舉債、想賣債的人 就要提升利率 才會有機會賣得出 賣不出,就要吸引它多些 要給多些息 聯儲局願意買債 可以令利息下跌 以及可以為市場提供更多的頭寸 所以這是擴表的主要功能 即是聯儲局放水 聯儲局近低利息 為甚麼要這樣做 美國好像說 統計數字不是那麼差 失業率又低 3%就有 基本上他們都是全民就業 是的 情況下為甚麼要減息 為甚麼還要放水 這頗好 等它自己調節便可以 現在市場上的一般的理解 今次減了三次息 在聯儲局的角度 買保險 預防息 見到美國好像開始差 但實際上未差 不過怕到差的時間 才開始去做這件事 就夠不及 所以所謂預防息 買保險 希望不會出現經濟衰退 這個說法其實不是很成立 不是很成立 因為聯儲局以前的說法是 根據實際的數字 有經濟的數據才去行動 如果你可以預防自己做的主觀判斷 大陸經濟整天調節的經濟 他都會說 遲些會差 我去調節 那就比較操控回律 當然 另一個有些政治分析 可能因為爆屈已經 因為特朗普就要聽特朗普說 其實剛才說過 另一個原因 為何還要買 除了減息 以預防經濟下滑之外 同時間 美國都已經開始放水 在市場上提供流動性 剛才我們說過 如果觀眾朋友可以看看 這次我們有些新的道具 在螢光幕上 其實我們美國聯儲局局的平衡 由我們上兩個月 本身一路收水 收到三萬七千億 但不足兩個月之內 其實我們已經反彈了四萬億 美國提供了很多流動性 在市場上 好像說現在 一個星期買多少債 聯儲局 應該是每一個月 600億美元 以前縮表時 最高都是每個月 四五八億美元 去到五百億美元 但實際上 你見到九月十月份 其實他們差不多買了 但升得很快 下跌就慢慢下跌 升 這兩個月大約 聯儲局是買了二千多億 港已經是多了 實際操作上更加多 所以其實這個 你見到 就像我們之前一直說 大環境 放水、負利率、低利率的問題 其實都頗嚴重 剛才師先生提到 其實美國已經不是最差 更加惡劣 反而是歐洲、日本 其實他們的經濟數據 大家看到 比美國更差 好像日本的經濟數據 現在是略為好轉 因為他們已經失去 他們比較弱了 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大概三年 所以他們由負數見到 不太跌 其實已經有一個進步 但當然歐洲比它更差 因為你見到 德國、法國比較主力的經濟體 其實壓力都很大 以前我們聽到負利率 都是跟通脹相對而言的負利率 即是利率實際上抵消不了 通脹的上升 這樣已經叫負利率 但歐洲現在是 名義上都是負利率 即是名義上的負利率 即是你存錢 因為你賣債 那個債券到期之後 你是連本金都收不足 即是總匯報價格高於綿儀式負利率 你解釋一下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如果很簡單地說 其實就是因為歐洲經濟差 經濟差本身希望透過減息 去刺激借貸 令到多些人去投資 多些人去消費 問題是 銀行擔心借完錢出去 就不安全 就擔心收不回 所以怎樣都不肯借出去 政府唯有將利息一直按 按到不單是零 按到是負 即是令到銀行將錢留在央行 是要有成本的 希望透過這樣的方法 令到更加多些借錢出去 但始終銀行和央行中間的利率 就會影響到其他參考的利息 所以整個利率市場 都是出現負利率的狀態 令到那些時間大部份的錢 去了買債券 債券的利息不停升 但到了一個誇張的程度 就是 你付出的錢 其實是到期日收回來的 本金和利息都不夠遮蓋 所以就叫做負利率的債券 去到今年其實已經很厲害 以往純粹是因為利率一直減 人們去追逐債券 令到債券的價格升得太離譜 今年其實德國政府在八月份開始 真的用了一個債券去發行債券 所以你會見到現在 人們真的要抬錢去政府 等他借錢給他花費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 我都可以解釋一下 其實政府QE也好 簡息也好 最大的目的 是希望去扶持實體經濟 讓企業容易借到錢去投資 去增加經營規模 增加生產 請多些人 希望拉動經濟 但有時經濟不好 產能過剩 很多公司都沒有錢賺 十條生產線 都有三條已經停工 難道你再借錢 多做幾條生產線 一起停工 所以他們又不肯借 有時即使他肯借 銀行都不肯借給他 因為他當生意不增 借給他,不能還 在這種情況下 銀行可能將錢 唯有拿去傳落央行 拿去買債券 都不肯借給實體經濟 變成債券的 覺得穩陣一點 到時派息 買下買下,債券的價格越來越高 高到一個水平 收息也不夠接近 債券的價格 變成債券市場的價格上升 令到他的派息變了負 現在你說到嚴重度 有人發債那剎那已經是負 沒錯 好像有一間德國銀行 存錢進去 都要收你全倉費 沒有息還要付錢 好像有一間荷蘭的銀行 丹麥銀行 更加厲害 做按揭 做按揭是有息送的 0.5 做10年按揭是負0.5 即是銀行貼錢給你公樓 貼錢給你公樓 這些情況 聽起來好像匪夷所思 你會看到歐洲的經濟 很不妥 我是說歷史上曾經發行過一種貨幣 有人主張發行的貨幣 叫做鐵印花的鈔票 為什麼呢 德國巴弗尼亞那邊 有個普魯東的門徒 想出來的 如果銀紙要清洗 譬如每月要貼一個印花 你要買印花,貼到銀紙上 才可以清洗 沒有貼到印花,就不可以清洗 作用是負利率一樣 你待著錢,你不花費 你成本不斷增加 每月就要收你的印花費 你拖得越來 你的銀紙的成本越來越大 就逼你洗錢 存有鈔票要付出代價 就逼人花費,逼人投資 希望經濟好 這些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事 現在差不多成為歐洲已經出現 雖然不是叫印花貨的鈔票 而是負利率 總之,拿現金 香港現在已經開始 拿現金是會恐懼的 看著其他資產價格上升 你拿著錢,沒有賣東西 你就會害怕 歐洲已經去到這個程度 你拿現金,放入銀行 還要付息 付息銀行,不是銀行 付息你 買債券,到期收到的錢 更少於付出的本金 其實代表經濟不太對勞 沒有人肯投資 消費又沒什麼好消費 可能錢太多 將來會怎樣呢 怎樣收貨呢 我們今天都可能說不定 只要大家留意這種景象 當然,觀眾最關心的問題 在負利率的環境下 我們投資在哪方面最好呢 我相信現在基本上 很多人都想買一些實質的資產 物業是其中一部份 另外就是黃金 負利率應該是對黃金最有利 以前黃金,為何沒有人喜歡投資 它是沒有經常性收入 只有經常性支出 你買了黃金,你擠進倉 要找人看著它 要收全倉費 要雅訂 要找保安 要找大甲慢鎖住它 所以買黃金 如果不升,就一定會虧 現在負利率 負利率抵消了黃金沒有息收 本來就是弱點 現在比較強處 本來放進去沒有息收 但起碼存在 不會要你填出來太多 所以我認為 如果負利率的狀態越來越普遍 資金有一部份會流入金市 現在黃金都是1,500元 在這個水平 這兩個月都徘徊了一段時間 真時一輪跌穿 1,500元又跌不下去 又上來 我們有圖片可以給觀眾看一看 這兩個月是1,500元左右 這兩個月,這就是十年圖 比較遠一點 不過大家最新,我們剛剛拍 之前30分鐘的同事幫我們做 都是1,500元,10元1盎司 我相信,如果衝破這個高位 還有一段時間上升 我們看到,上一個高位 應該是1,100元左右 就是1,800元 1,900元 1,800元 很多觀眾都聽過 師先生,你講一個更加進取的數字 不如我今天再講一次 我以歷史上黃金 每一次突破高位,都是以倍數上升 是一個大升浪 即是上一次的高位以倍計算 上一次1,900元 如果只有一倍 都要3,400元 都要差不多3,400元 如果不止一倍 就5,000元 當然,這是歷史上出現過的情況 未必每次都一樣 但現在負利率所顯現的是 貨幣系統出現不正常狀態 如果貨幣系統一旦受到懷疑 或者繼續亂印鈔 亂印銀紙的話 我相信 鬥印得多 今價出現上一個狼頂 甚至上一個狼頂一倍以上 都不是一個 以前未見過的東西 當然這些只是一個 粗略慘效 是可能出現 未必一定出現的東西 只不過大家投資時可以考慮 今日時間差不多 總結一下 施生 負利率這個年代,應該會繼續出現 施生的其中一個 看得好一點,就是黃金這個板塊 看看是否可以升上一個狼頂的以配計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大家想看多些股壇事件這麼精彩的內容 或者緊貼施生投資的看法 記住去到以下的網址 還有給個LIKE 我們下集再見